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儿 今天我们三个 在祥安这边 找了一家牛肉火锅 也是在美祥安找的 看上去还不错 还不错 318 6字8人套子 我们三个来吃 现在上来了个锅底 好像是药膳的那种 牛肉锅 来看看都有什么吃的吧 这锅底挺丰富的 牛肉丸牛肉 还有牛杂 其他菜还没上来 先来试个牛肉丸 牛肉丸口感很好 这应该是牛筋丸 有筋是吧 对 这锅的锅底挺香的 锅底接上来了就受不了了 要赶紧吃了 饿死掉了 就得开 金钱肚子能够有 沾酱子 百叶跟那个 风波一样的 烤了一碗锅底 看各种料都有 烙烙啥吃啥 牛肉牛筋应该是 跟汤一起熬了很久的 很软 锅底都挺不错的 锅底都挺不错的 等了好久没有上菜 就问一下老板是不是忘记了 我们三个人订的是 318的套餐 6-8能套餐 老板看到我们三个人 可能是以为我们就三个人吃 给我们弄了个3-4能套餐 剩下的菜会补过来 我就是奇了怪了 等了那么久还没上菜 因为刚开始上菜的套餐 所以他给我们补成了我们要的套餐 又加了好多料进来 这已经被我们吃掉一部分了 这个是后面补的 它这个火锅不是自己下料的 它全部煮在一锅里面的 它后面补上来的 一些肉啊 牛排 味道挺不错的 但是 刚开始双周套餐了 牛排 这个是牛蛋 顾名思义 就是牛的蛋蛋 这个 这东西不好不要拿呀 还不错 这是牛鞭 这是牛鞭 牛鞭其实吃起来跟牛筋很像 听说吃了很苦 我们应该也不太需要 这也是牛鞭 这个都没有剧成吗 他们在讲我小时候的糗事 还有牛边 牛边挺多的 你有的时候是用相机拍吗 对 没想到这边有牛边 还不错 哪一块是牛鞭 有点像牛筋的 你说这个吗 不是 这个 这是牛尾巴 美味 老胡迫切的需要吃牛鞭 牛鞭 这是牛鞭 吃多的受不了 我还不理想我的 你来说 这个牛鞭比我大 这么热的天气 我们怎么会来吃火锅呢 我又睡在买着 都还没洗到澡一样 一个礼拜有五天是吃火锅的 因为自助大部分都是火锅 我们都喜欢吃自助 两锅吃完了 差不多吃饱了 六到八个人的套餐 我们三个人 也算吃了个满满意义 朋友们这期视频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